大家好 今次我做了這個Ocean Marini 1B座D室的客房 研究一下怎樣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書房 第一個想法 今次試客放了一張大張的工作桌子 旁邊就放滿了一些書櫃 因為Demo月體關係所以書櫃是沒有門的 大家可以買入門的書櫃去防塵 旁邊有一個半截櫃 可以把桌面的部分延伸 也可以放到一些Ocean Printer 後面就繼續有些書櫃 還有一個半截的三個櫃桶的櫃 就是房門口旁邊 不過這個擺法其實都有點逼的 如果大家覺得太多櫃的話 其實後面這兩個櫃可以不要 那就會闊一點 那張椅子就可以容易一點 就是以來以去方便一點 那一起看一下3D效果 先放大 那到第二個構思 那這次的櫃櫃就是貼著一個窗 就是試試另一個方向 那這次這樣放呢 這個就是書櫃 那就是一張椅子 就是那些工作椅子 轉椅子 那這個如果這樣的話 都多些地方可以動的 不過呢 旁邊這個櫃可能都會阻礙的 如果覺得太壁的話 可以不要 那旁邊都是有些半截櫃 那就是多些地方放一些濕碎的櫃 那櫃面可以 那後面這個位呢 都是一個書櫃來的 旁邊這個也是 那一起看一下3D效果 那這個 那這個櫃是隨意加減的 這個櫃反轉了 ok 回來了 那跟著到第三個 這個 扣絲 那呢 那這次用了一張小一點的 工作桌子 就不要那麼大 那當然那個房子會鬆動很多 那後面這幅牆呢 就放滿了一排的書櫃 如果大家的書紋要放很多書的話 那就可以放了書櫃 旁邊就放了三個櫃桶的半截櫃 那大家如果覺得 不可以充分這個位置 可以買一個 快一點的 不過其實那個通道都很窄 那 那 如果覺得太櫃的話 可以不要少一個櫃 對 那一起看一下那個3D效果 再大一點 然後呢 就去到第四個構思 那這次呢 就是把這個小工作桌子 對著一個窗 那 通常 椅子都是近門口 這個位置 那麼多些位置可以移動 對 那 那 因為窗這個窗口關係 這裡就放了門截櫃 那 那剩下的牆呢 就放了兩個高身的書櫃 對 然後這裡就另外一個 一些櫃桶的櫃 對 那 一起看一下3D效果 那 那 接著到第五個構思 那 那書房其實除了坐在這裡之外 真的有些真的看書的 那 就放了一張 就是 複手椅 大張的 那其實都很擠 那 那 那這邊的牆呢 就放了門截櫃 那窗口這個位置呢 就放了半截櫃 那 如果真的想正常 你坐去看書的那張書房 那這些櫃可能也太多 那 那 所以不要 都可以 大家除了減些櫃都可以 我相信放多一點去看 看看那些位置會如何 這樣會鬆動很多 對 那 那一起看一下3D效果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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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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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椅子真的把椅子放在旁邊看 這位置真的好用很多 側面的牆子就放滿了一些書櫃 這樣的設定可以放多一點 如果真的有很多藏書的話 這個應該可以放到多些書櫃 窗口這個就是半折櫃 當然如果是書櫃也可以是半折的書櫃 不會阻礙窗口 一起看這個3號 接著到第七個最後一個 這次就放了一張小型的梳化 進去 當然放了梳化就位置少很多 旁邊這個書櫃 下面那兩格都會擋住很難拿東西 對啦這個可以弄灰少少的 這個可以弄灰少少的 這樣可以多一個人在這裡看書都可以 多一個人在這裡看書都可以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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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